朋友不听劝 疫情之下花了540多万买了一个商铺 结果三年都没有租出去 天天一类洗面 房东没当成反而成了房奴 朋友买的这个商铺有180个瓶左右 当时买的时候要3万一瓶 为买这个商铺花了540多万还贷款了300万 一个月月供就要2万块钱 朋友买的这个商铺附近有两个小区 大概有1万户左右 入住率也挺高 小区附近有超市药店奶茶店饭店 啥都有 也算是比较齐全生活也方便 按照道理说应该很容易的租出去 但是为啥朋友的这个商铺空置了3年 没有人租无人问津呢 一是因为朋友买的这个商铺 离两个小区的正大门太远了 而小区居民每天上班那么忙 谁也不想买个东西走那么远 对于商铺来说 永远是靠近小区逐大门的地方 生意才会特别的好 租金有保障 还有就是租金太高了 租户压力太大 听朋友说 他挂的价格是150元一瓶 一共是180平 一个月的租金就是2万7 将近3万块钱 一年就是32万 假如说有租户租来做餐饮 或者是做奶茶店 那不是一年的时间都在给房东打工吗 换谁估计都不愿意租吧 像人家买在小区的大门口 一年确实能收个二三十万租金 但是也不用太过羡慕 像这几年银行的大额的存单的利率 也都是有四点多了 一年利息差不多也有二三十万 真要是不会挑商铺 还不如把钱呢 老老实实的存在银行 总的来说 买商铺风险还是很大的 投资呢 大家一定是要谨慎的 买对了 一铺养三代 买错了 那就是三代养一铺了 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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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